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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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告诉你们 当时每一个人 其实到现在都是 每一个人都跟我说 如果你在你那么多懂得做的东西 你只做一样 你会好很多 你会没有那么辛苦 我还是在求证这件事 我自己仍然是觉得 人是不应该以单一的职业 去定义这个人 梁子珊有多重身份 她曾经是一个演员 一个作家 亦都是一个填词人 曾登荧幕他来自江湖 又是郑秀文写了首《不来的季节》 在下架富商挪杰成之后 身为财女的她 由文坛转战商界 我都发展了文化事业十多年 我初初是写歌词线的 到98年就开始出书 就变成作家 到我不写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 原因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知名的丈夫 其实是不太适合的 因为你已经是另一间 唱片公司的老板娘了 于是找我写歌的人便少了 至于写专男人写书 我也觉得会有点不方便 因为当然别人太知道 你是谁 你的另一半是谁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你是不是说你是谁 于是我就变成了 由做自己的事 变为协助罗先生去做生意 梁志山同住过往 在商界打工的经验 专心帮丈夫打理生意 曾经为南华足球队写计划书 取得国际著名品牌 Jojo Amani的赞助 他坦言 虽然当时生活无忧 但从来都没有想过 只是做阔太 我个人其实都很喜欢私心的事 例如我不懂足球 我又会搞足球 我不懂马 又会研究马 如果你叫我不做事 我不知道阔太本身是做什么 如果做阔太后不准做事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每天起床不知道要做什么 喝茶吃饭 那些不是我喜欢可以天天做的事 结婚当年 梁志山不单止把女儿送去英国读书 教育成为GCSE的状元 更加在罗杰成野上官非的时候 身体力行 和她度过最大的难关 或者正正就是财女的性格 令她的想法与众不同 2017年她选择离婚 没有和罗杰成一起白头到老 我自己会觉得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婚姻的关系 是在乎于你两个人 是不是需要一起睡 所以我觉得我和罗先生很文明地 因为我们互相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最主要就是她本身是一个给指令的人 我在工作上和她合作多年 我们慢慢的关系 就变成在家里才讲公事 对于我来说就会很痛苦 因为你11点才开始去练习 去想事再去讨论 然后罗先生就很早8点就开始 提醒我要做些什么 我越快她越快 她越快我越快 这个循环去到某一个年纪 大家已经承受不了 离婚之后 梁子山被没有因此停下来 去年她投资了700万港元 和连联名处Olivia Elsa合作 创办食物实验室 由双隔女强人 再变身为创业家 我手上有两件事 我虽然做了十多年 但其实这两个工业都很直扬 出版几张直扬才行 还有体育 在香港哪有做的 而且我离开了罗先生 究竟还有没有做 我都要证明 是很现实 当你离婚 拿着两个直扬工业的时候 你没有东西可以做 不幸还有几十年了 你只有逼自己去创业 我不相信一个厉害的厨师 加一个厉害的商业 做商业的人 两个加起来 是不会创造到一些东西出来